让我有一个网友留了好几个很长串的这个语音留言 能够深刻的体会到他现在充满了无比的恐慌还有焦虑 因为他是属于一个刚刚负债暴力的这样一个阶段 说现在有另外一个平台还给他打电话 可以给他从别的渠道来给他带出一笔款来 然后把这个带这个新的债款呢 把他期待这个账平掉 然后就这笔新的债款他彻底不想还了 那就是说彻底的躺平和摆烂 他也不知道该不该做这个选择 他就来问我了 我说你这笔贷款新的贷款 既然已经知道你负债预期征信 大数据也都已经坏掉了 这样那个前提下他还能给你放贷款 你认为他是一个正规渠道 正规来路的贷款吗 如果不是正规来路的一个贷款 你借了以后后期你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潜在风险 你能知道吗 然后他没有回话吧 我说所有的信用卡也好 网贷也好 所有的风险或者后果 还可以在我们的掌控范围之内 但是如果是一个来路不明的一个钱 你想想有一个平台这个钱可以免费让你贷出来 然后还可以不让你还 你觉得有这种可行性吗 或者说它符合最底层的逻辑吗 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贷款是来自于什么渠道 或者什么性质的 但是我能想到的有可能是那种高破的贷款 实际上在前几年的时候是比较流行的 我们之前做过金融行业的人都知道 就是在那个利息是非常的高的 可能你从平台借10万到时候只有3万块钱 但是可能给你操作这笔高破贷款的这个中介 他会告诉你这个钱借了可以不用还 所以当时的时候很多人排着队去做 做过高破贷款的人都是有这样一个体验的 就是如果你一旦遇气了以后 他会疯狂的给你打电话 骂你啊恐吓你啊 那招数 比现在这个各种三方催修公司的这种催修 要暴力的多 不排除有可能他有可能会上你家 也就找过你的这种可能性 因为这种平台有很多都是私人的接款 就是相当于黑市的这种高利贷吧 他们挣的这个钱就是挣的是那一部分 有诚信或有一部分还还能力的人 他因为他害怕这些事嘛 虽然是说不情愿 但是也能够有能力还上钱的那部分人的钱啊 它是存在着很大的一个就不可控的一个风险的 你比如说信用卡和网贷吧 预期了以后咱可以想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甚至咱可以在不影响这段生活的一个前天 还可以跟平台去协商 但是如果你是借的一个高破贷款 或者说一个不明来路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借款 你后来的未知的风险是你不可控的 那种的风险还是真正的一个高风险啊 所以说我就跟他讲啊 不建议用这种贷款 如果你是你自己立下有一套全款房 你用这个全款房做了一个低细的贷款 有这个很大的一个盈与 把这个所有的信贷贷款这样还上 这种方案是可行的 但是不得万不得已 不要用这种拆住枪不息枪的一个方式去 解决你的债务问题 因为这种的方案它不可行 为啥呢 因为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呢 把自己这个债务给它及时止损 然后呢只还本金一部分 跟听它去协商 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因为你的这个债务没有再继续累加 即便是你用了一个全款房 做了一个抵押的贷款 你也是用这个 你的总债务金额并没有减少 只是说用一个低息的一个贷款 把这个大额的这个信贷给它 不能给它填上了 即此而言 也是产生了一部分利息的 解决债务问题一定要沉得住气 在遇到这样的一个逆境的过程当中呢 如果你在慌乱当中 根本脑子不够清醒的时候 不要忙着去做一些 风险更高的一些决定 到时候有可能啊 后悔啊 都来不及了 我是一心姐 讲点务实的成长感悟 记得点赞关注哦